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講到健康 我們常常講 吃魚最健康 既可以抗老化 抗發炎 又可以顧眼睛 顧腦道 那這一個季節 在台灣本地 其實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買得到很多黃魚 跟洽章 這個也是對於小家庭來講 非常好的中小型魚的選擇 不過市面上 這一類的這個魚 像以黃魚來講 主要都是養殖居多 所以怎麼樣健康生活 來挑選來應用 也非常的重要 那待會兒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江索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倫醫生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補科醫生好朋友 張耀任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副產科的醫生好朋友 郭安妮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邦老師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江醫師是這個全臺數一數二 推薦大家吃魚的醫生 那吃魚真的好處多多 而且人體每天都需要蛋白質 那魚肉白肉是提供優質蛋白質 非常好的來源之一 他不只是一個優質蛋白質 他也特別的顧腎 我賣魚就是因為看到那個歐洲的一個期刊 講到說你糖尿病的病人 你要知道他一旦出現蛋白尿 五年之內他就要需要洗腎 可是如果我們給他吃魚的話 就可以抑制他的蛋白尿 像我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糖尿病的病人 他說他不吃魚的原因是因為從小 我一次去就死去 那搞了好幾個鐘頭在脫離 才解決問題 他都嚇到你知道嗎 所以從此都不吃魚 那他糖尿病才十五年 就在新人代謝科追蹤 常規的規則的追蹤 每個月都來看 就突然就發現他蛋白尿一下變兩架 那醫生就跟他講得很白 就是一般糖尿病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又出現這種巨量的蛋白尿 通常的統計跟你講 就是五年他就要開始洗腎 病人當然就很沮喪 然後他很快就被轉到腎臟科來 讓腎臟科接手控制 他這個腎臟損壞這一段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不用那麼悲觀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 大規模的統計說五年 不是每一個人都五年 何況 糖尿病的病人固然是不能吃蛋白質 他指的是最主要是紅肉 會對腎臟 加快腎臟的變化造成傷害 那如果他吃魚 就可以抑制他的蛋白尿 結果這個病人被我們鼓勵了之後 當然也是用洗腎恐嚇他之後 他就開始勉強 勉強自己開始吃魚 那他吃這樣子兩三個月之後 我們就看他蛋白尿從兩架變成一架 半年之後這個病人事實上 在門診只剩下微量蛋白尿 你用那個柿子去檢測 他連一架都沒有 所以證實一點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腎臟病 生病病早期來講 並不是不可逆的 好好挑選食物的種類 有時候可以改善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魚本身的營養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黃魚跟恰彰 恰彰 對 那我們要特別講 各位看到了這個上面這個黃魚 對不起這個黃魚是錯誤示範 為什麼 因為這個黃魚是染色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看到你買的黃魚 正常不應該黃成這樣 對 因為黃魚他下面比較黃 上面不可能是黃的 你看他整隻都是黃的 對不起 他是染色 而且染色的通常使用的色料 都是二甲雞黃 乙雞黃這些有毒的 基本上會自來的這個染色 所以你如果看到那麼黃的魚 請你不要買好了 那基本上魚跟其他的動物 有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魚因為來自海裡面 這兩個都是海魚 其實黃魚養的 他也是相往養的 也是海裡面養 所以他因為吃海水的關係 他的鈣煤含量一定都是高的 所以礦物質很好 鈣煤鐵都有 這個跟我們路上的動物 養殖動物雞牛豬是不一樣的 他有特別含 含有這個這個很高量的鈣跟鎂 那這個通常都是台灣人比較缺乏的 我們台灣人的營養調查裡面 我們的鈣色血量也不夠 鎂色血量也不夠 所以動不動有人抽筋或幹嘛 那同時他也含有一定量的維生素A 尤其恰彰比黃魚更高 那他本身的鐵含量 其實跟牛肉是不能比的 其實牛肉鐵含量比較高很多 所以吃魚的目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吃鈣煤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魚一百公克的熱量大概只有豬跟牛的一半 所以吃魚同樣的份量吃下去 你不會得到那麼多的不需要的熱量 而且這個中醫的這個角度裡 秋天到了容易秋照的話 魚是非常好的食材來源 對 除了剛才說的一個固腎之外 他也是一直有降糖 護腥抗癌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秋天秋造的時候 其實有些慢性病的一個病患 他是需要用一些比較安全性食材 像魚這東西 所謂的慢性病的就是 比方說像高血壓 糖尿病心血管的病人 像我有一個病人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老中醫 所以很多人都是我的老病人 但是這個病人他很特別是 他沒有生病前從來沒有看過醫生 那他第一次生病來看醫生 就是他中風過了 中風過之後呢 他就開始看醫生養生 可是你知道很奇怪的是 養生就養生 醫生的話也不聽 每天吃烤鴨蹄膀 他覺得人生苦短 既然中風了 還是要吃好料 就怎麼講都講不聽 那就是靠吃中藥 那果如其然 他其實他在一年後 在去年的秋天 他就又裝了兩根支架 中風過 再加上再裝兩根支架 那我們說你這樣是不是要 稍微調整一下 他就開始泡溫泉運動 還是一樣烤鴨蹄膀 還是不聽 他說我吃不下去 我是南部人 我一定要吃大魚大肉 我說大魚不錯喔 好 可是勸不聽之後 又在今年的 大概是上上個禮拜左右生 他又是他有一天天旋地轉 頭非常暈 心跳跳到兩百多下 立刻又被抓去 再加四根支架 所以他在前天出院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你真的不行了 你要開始用一些料理 所以我們就把他 依循著以前的病人方法是 我們建議他開始吃魚 那他很乖是說 他事實上他知道的中風 加兩根支架 再加四根支架之後 他開始徹底改變 用魚來處理 那依據我們以前的慣例 我們發現說只要是病人 加上不要是羊肉或是牛肉 不好消化的 他用魚這種 是好的氨基酸 好的蛋白之後 降低他的一個身體的 腸胃的負擔 他其實他的一個好轉性 是有的 那講到秋天就很特別是 你要知道我們說一夜之秋 其實動物來說 應該一毛之秋 可是人又沒有毛髮 像動物像馬或是狗 他的因為風吹過來 會飄飄飄 他就知道說 因為毛在飄 髮在飄 我知道秋天到了 可是人是很遲鈍的 我們沒有毛髮 知道說秋天到了 所以我們常常風一吹 我們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口鼻 咽喉乾燥 我們的肌膚很乾燥 還有就是乾咳 我才知道說我生病了 所以其實在秋天 有個麻煩地方是 我們很容易 因為秋天的起伏不定 造成我們身體的脏腹的變化 所以這次時候 我們就非常注意到 原來我們在日本聽到 有個叫食欲之秋 秋天我們在日本 叫食欲之秋 為什麼呢 有很多的魚肉開始 它開始肥後的讓我們吃 那終於有一個是 叫預防醫學 我們要治胃病 我們在秋天多吃一些 比較高機能性的肉類和 低負擔的魚肉 會讓我們得到健康的 預防醫學的標準 那請教一下張醫師 從骨科醫師的角度來講 容易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或者關節容易發炎的人 魚也是抗發炎的好食材 對 因為我本人在新竹縣的尖石鄉 我現在都還有在資源偏遠地方門診 那地方原住民就七八月 就是我們的水蜜桃的殘季 那七八月過後就是秋天到了 他們在前一季的一個努力之下 當然身體的負荷就很大 很容易腰痠背痛 膝蓋疼痛腫痛腫脹 這時候我就看出來 這就是一個勞動過動型的一個 退化性關節炎 但除了吃藥 復健 打針之外 很多原住民就會問我說 那醫生我可以吃些什麼東西 我吃太多藥了 能不能吃些什麼東西 讓我的身體的疼痛不要那麼高 我就說你可以吃一點 天然的抗發炎骨質 譬如說什麼 像綠茶 蔬果 或者像一些香料的薑黃類 或者像大蒜 蔥 或者像薑 或者說像我們一些顴骨類 像我們的堅果 或者一些糙米都很有幫助 可是他皺皺眉頭說 我們原住民不太喜歡吃菜 我們祖先都狩獵嘛 對不對 那我們喜歡吃牛 豬 羊 這類的東西 那還有沒有是動物性的 我會跟他講 那你吃魚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藉由江醫師 跟周醫師介紹 我們知道 魚有一個抗發炎的物質 就是不飽和脂肪酸 Omega-3 果然他改變他一些飲食習慣 在配合醫療上的治療之後 在多吃 因為有時候山上不太容易買到魚 他就刻意多吃一點魚 果然關節的疼痛就降低很多 那接下來阿方老師就要來分享 剛剛講吃魚很健康 有很多好處 對 那各式各樣的中小型魚 其實都很鼓勵 也推薦大家吃 這個季節 傳統市場 還有超級市場 很容易看到的是黃魚跟恰章 對 黃魚可以講說 透過於養殖 現在我們以前說有一段時間 野生的都幾乎沒有 確實是沒有 但在養殖的 我們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吃到 尤其是體型大小 你可以照著家庭的需求去採滿 你看這個大概比我巴掌大一點 對 所以這個是中小型 小家庭很好的 對 如果三個人 四個人 像這樣子一條魚 剛剛好 就很剛好 再來就是 恰章 恰章 比巴掌大一點 對 事實上 這兩隻不是都是恰章 這隻才是恰章 真的喔 牠們長得很像 看起來像唐章 其實牠們都是雕刻的魚貨 然後這個恰章 在這幾年 因為牠是屬於真正的 海魚丟到的 那種海魚丟到的 所以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是比較不一定的 但是你在很多的餐廳 現在已經把它視為高檔魚 你會看到牠的眼睛 非常的精亮 這個是我們現在 如果你買得到 可能要付出不少的銀兩 比較貴 那既然要付出銀兩的時候 你要學的辨別 今天我們的企劃 牠旁邊有買一條很像的 這是很多人 很容易以為說 跟牠是一樣 這叫做拌魚 你特別認的 就是認這個期間 你把它撥上來之後 它有個特別長 然後牠的顏色 也沒有恰章的顏色 那麼漂亮 恰章比較橘紅一點 這比較暗紅一點 兩者的價錢 應該差個有四倍吧 真的喔 有差不多四倍到五倍的價錢 然後寧官現在拿的是 硬硬現在的 對 因為現在我們透過網路 要買菜 買什麼 買魚 買肉都很方便 那這樣子的包裝 是對於現代家庭比較好的 是說你拿出來解凍的時候 你把它從冷凍移到冷藏 比如說你今天晚上要煮 你要早上上班前 你就把它整個袋子 移到冷藏室 讓它自然解凍 那基本上現在的冷凍條件呢 跟以前傳統 我們說買不完 會掉去冰 那個條件是不一樣 所以還是可以吃到 很好的那個魚的口感 那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尤其回歸到市場買魚 買任何一種魚 就是你要學著 會去辨別它的新鮮度 比如說傳統 我們會看魚眼睛 然後再來就是 來行的媽媽就會去翻這個篩 可是問題是翻篩 現在也有不太準 很難測 因為他們說其實在篩上面 可以藉由很多的 我們說添加物 可以讓它保持很漂亮的顏色 但是前提我們都希望說 你去辨別到一條好魚 就是它的組織 是要比較Q彈 像這一隻相對在我們今天 所有整盤魚裡面 你從小細節會看到 它的眼睛已經凹陷了 對 然後呢它的附水啊 這一部分呢 可能就沒有新鮮度那麼高 對 那這個你會學會辨別 你回到家就基本上怎麼煮 都大概會好吃 簡單煮就好 那阿芳老師今天要分享的是 要來燒黃魚 黃魚 對 那這兩個黃魚 你要燒之前 你把它這個魚肚這裡破了一刀 為什麼 好 來 我不只破魚肚 其實在傳統吃黃魚 我們都講說黃魚是一種高檔魚 在野生的那個年代 它是後亞郎才吃得到的魚 那有很多的講究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魚頭皮上面 這個地方我把它削掉了 對 頭蓋皮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黃魚是一種死手科的魚 它裡面野生的黃魚 隨著它年齡 它裡面有一個類似耳朵的石頭 釣上來都會有咕咕咕的聲音 或者是漁民 他們會用敲鎮去 讓它感受那個共鳴 可是現在養殖的就沒有 可是這個地方就是它的陷體 就是它的陷體所在 那通常以前我們學做菜 燒黃魚 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頭皮 你一定要把它撕掉 撕掉之後 這裡面把它洗乾淨 拿紙巾擦乾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撕掉 你煮出來這一鍋黃魚就會很腥 要蒸魚啊 或者是煎魚的時候 像肉比較厚的地方 我就開一刀 讓那個魚肉是可以打開的 這樣到時候煮的時候 蒸的時候都會比較 還有魚皮還不會繃那麼緊 不會裂 好 然後就往裡頭擺 好 我們來煎一下它 好 然後相對的煎魚呢 難免一定會有味道 因為魚 它上面有它的那個水分 對 那如果媽媽在家裡面煎魚 你不想要那個魚腥味 就是滿屋子都是魚腥味 那你可以在魚下鍋的同時 就放一把蔥薑 好 跟在它的周邊 來煎 這樣會有蔥薑的香味 對 也比較能夠去腥 對 然後稍微煎的時候 不要急著翻面 那旁邊一鍋 體脂肪的話 它事實上有荷爾蒙 你一下體脂肪掉太多 或是一下變太多 你那個荷爾蒙浮動太大 我們滷潮功能 它就會休息了 如果說我們多吃一些 像輕盈鮭魚這種 滿高優質的魚類 這個生年期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延長到三年 魚油 降三段開始 它的氣態反而是80 這個是比我們目前的西藥 最強的藥還強 然後我在家 我通常的第一個會是下這個蒜頭 就是這個整粒的蒜頭 放一點油 一直炒 頭尾切掉 然後炒到它變金黃色 先拿上來 今天我就把這個動作 在事前準備的時候給做掉 然後用鍋子裡面剩下的一點油 我們來爆一點蒜末跟薑末 因為那個蔥一直加熱 對 所以蔥香可以壓硬那一個 煎魚的味道 魚的腥味 腥味 對 好 然後來 我們稍微的 可以 因為魚還要去燒 所以不需要說去改善 跟全熟的階段 對 先讓它變形嘛 對 好 然後旁邊的爆香也夠香了 我們放雪菜 請問一下雪菜有沒有前製作業處理 有 來 雪菜的話 如果我們一般的媽媽 沒有辦法自己煙 多半是在菜市場買雪梨紅 那雪梨紅 我們的閩南化叫做新鹹菜 就是它不是到酸 那麼高的程度的一個酸菜 是比較翠綠的 可是事實上相對它的酸度跟香味 也沒有老酸菜那麼高 所以我通常如果想要燒這道魚的時候 我就是雪菜我會多買一點 然後回來就把它壓在我的保鮮盒 把它塞得緊緊的 放在冰箱裡面放它一個禮拜 你讓它在保鮮盒裡面 再多發酵一個禮拜之後 你拿它今天來炒魚 等一下就很好吃 但是相對它的綠色 就沒有你剛剛買回來那麼綠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炒這一個雪菜 對 雪菜也是會吃油的 會 你現在下去其實炒一炒 它把油吸掉了 就把鍋裡的油吸掉了 對 但是不怕 然後我們現在把一部分的雪菜 把它拿上來 炒香其實它那個香味會更入味 對 阿芳老師這個方法很好 其實它把所謂的雪菜 多放一個禮拜 對 在研究裡面發現 它可以降低它酵酸鹽含量 我們也知道 酵酸鹽跟很多癌症有關係 對 這個是目前我們農業 因為施肥吃得太過分的時候 常常有的問題 對 那如果你像這樣雪菜 市場做的方法都很短的時間 就拿來賣 像這樣子再放一個禮拜好很多 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進這個開水 對 那雪菜就會有它湯頭的鮮莓 鮮莓來供建 對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我這邊的蔥 已經變成了老蔥 對 好 那有時間我們就把它 已經越來越漂亮了 又把它翻回來 而且現在真的比較沒有魚腥味 沒有魚腥味 你現在蔥香味很香 對 不然在我們的攝影棚 煎這幾條魚 其實還滿挑戰的 對 好 再來我們老師要放豆腐 那我現在就往裡面放豆腐 所以這個是傳統豆腐 讓它吸飽所有湯汁的鮮莓 對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是用摺的 然後稍微一按 讓它崩掉的質感 好 然後現在放上來之後 我可以在裡面再放一些 你想要放進來的 穿耳 學鵝 都放進來 然後今天我也放了一點點的筍片 這個是什麼的筍片 我自己煮的小的綠竹筍 有的人會用銅筍 可是銅筍比較帶酸味 就看自己的選擇 好 然後我現在魚 已經接近完成了 我現在先把這一鍋湯 先蓋起來讓它滾 好 然後現在這邊 已經煎到兩面香了 對 它可能不見得是魚全熟 可是我現在火關掉了之後 稍微的溫度降下來一下下 可是鍋子還有熱度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紹興酒 酒香出來了 很香喔 對 然後整個的溫度 這個香味就鋪出來了 那魚鋪好久了之後 旁邊的剛好豆腐的湯鍋 也滾了 好香喔 好 然後這時候 厲害了 真的厲害了 你真的破解很多媽媽 一條魚拿來 只會加薑汁 然後這些蔥油 酒汁 是可以一起下來燒的 這就是一個很凝視的 用老蔥的這個手法 所以剛剛那一堆蔥 也沒有浪費 不會浪費 現在那個蔥香也都入湯鍋 而且煎魚的時候 才不會一屋子 蒸的都是那個煎魚 隔壁都知道你們家在煎魚 好 然後再來裡面的調味料 我放一點基礎的這個 魚露 好 然後再來 剛剛炒過的雪菜 炒過的雪菜 對 要慢慢進來煨 喔 那通常這樣子 還要再餵多久 很快 只要餵到魚熟 大概這個五分鐘以內的時間 基本上就很美味 然後最後大概一分鐘左右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蔥燒 蒜燒再下來 因為今天我們節目上 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就一併放進來 然後先蓋起來讓它燒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蓋上鍋蓋燒它 燒它的同時請教一下郭醫師 對很多女生來講 多吃魚其實也可以改善 提早老化或者提早進入更年期 對 像我也有治療過一個二十歲的女生 那她就是一年都沒有來月機 那我幫她做檢查 一子宮卵巢都沒有什麼狀況 那查荷爾蒙 荷爾蒙怎麼看起來就是 好像提早早摔的一個狀況 二十歲 對 那仔細詢問之後 她是因為女生愛漂亮 所以她減重 她在很快的時間 大概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就直接瘦了十公斤 那我們體脂肪的話 它事實上有荷爾蒙 你一下體脂肪掉太多或是一下變太多 你那個荷爾蒙浮動太大 我們卵巢功能 她就會休息了 所以我們女生的皮下脂肪 那個體脂肪是跟女性的性器官 CC相關跟荷爾蒙CC相關 所以女生還是要有一點露 不能沒有露的 我們有一些像不孕症的 很瘦的女生 她有時候月經不規則 有時候胖一點點 她就成功受孕了 但是如果說你一下胖太多 體脂肪一下增加很多 你月經也會不來 所以她要適中的狀況下才會OK 所以剛剛好最好 就是太肥太瘦都容易不孕 那像那個女生後來就詢問 她吃飯的方式 她只有吃青菜 她連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都沒有 所以她急速的下降 後來請她補充像高優質 比如說她怕胖的話 像魚類這個脂肪不是很多 是高優質的蛋白質 吃一吃她的卵巢功能又恢復了 然後她大概體重稍微胖回5公斤 她卵巢功能就恢復 然後也不會說 一下又很胖很胖的一個狀態 那研究裡面有指出說 如果說我們多吃一些像青魚鮭魚 這種含高優質的魚類 如果說每天攝取可能有90克的話 那這個更年期的話 是算是可以延長到三年 會往後延 對 那如果是吃一些精緻的燙水化合物 比如說很愛吃一些精緻的小蛋糕甜點 下午茶 她會帶你的月經週期比較短 你的卵就會很快的就排完 更年期會提早 所以多吃魚 對女孩子的這一個身體健康的保養 也很有幫助 那同一時間我們這一鍋燒好香 很開心 連不開鍋蓋都她忍不住那個香味 而且秋天來了這一鍋真的是開心 對 所以一點點的錢 媽媽在家裡面稍微變化一下 可以吃到很像樣的料理 然後我放一點點的香油 然後媽媽可以自己試一下味道 因為每個人買的雪梨紅 它的鹹味不一定一樣 你要自己試過一下 不足的話再補一點點的鹽分 基本上就可以上桌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就是在秋冬蠻適合一些小女生或上班族吃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上班族 因為老闆的壓力大 工作壓力大 她其實 她的腎上腺素和皮脂醇 每天都消耗很多 所以就想要吃大魚大肉啊 吃一些比較吃到飽的 或麻辣火鍋 其實是不對的觀念 當你在一個腎上腺素分泌太多 精神壓力很大的時候 反而你的一個胃是疼起來 你胃是不太動的 這時候反而我們要回過台吃清淡的 像阿芳老師這種比較清淡的 又有高營養的料理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好了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她37歲 是小女生 她有自發性氣胸 她不是飆高音唱KTV 或背東西或打籃球 她從來不打籃球的 她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上班族壓力很大 她只要一咳嗽或一背重物 只要背個那個電腦包 她就氣胸了 那既氣胸血胸就要去住院 要把它修復 要把那個血水拿出來 或是讓整個肺泡肺壁可以修復 她因為有慢性急性的消化性潰瘍 還有胃潰瘍 她本身沒有辦法吃一些比方雞湯 或牛肉羊肉 所以我們想的方法是秋天到了 那什麼東西是秋天的魚呢 一定不會是春刀魚吧 是秋刀魚 因為外食不會煮東西 自助餐有什麼 只有一個非常肥美 連內臟都可以吃自助餐的秋刀魚一條 我們就要說那沒關係 你這次要去氣胸要去開刀前 我們就開始每天吃兩條秋刀魚去住院 然後出院之後 你也是每天吃兩條秋刀魚 果真它本來是差不多 八個月就要去住院氣胸一次 它到現在已經七次氣胸了 然後呢 我們這次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有兩年 沒有發作過 讓它的腸胃變好 因為在中醫來說 這相生相克原理是我們的乾心皮肺腎 就是木火土精水 是木生火火生土 你肺不好的話 其實傷害到什麼呢 所以其實在秋冬天不僅是肺要顧 你的脾胃要顧 這樣五臟六腑才會比較健康保平安的 而且江醫師剛剛講 魚油是好的油脂 對於現代人來講 有些人三酸甘油脂容易上升的人 實際上吃魚油可以調節那個三酸甘油脂的 這一個血脂肪 沒錯 其實魚油降三酸甘油脂 可以把三酸甘油脂 從原來的 譬如說一千降到兩百 它去到百分之八十 這個是比我們目前的西藥 最強的藥還強 所以也不要說 因為它是食品 就認為它一定不會有效果 而且有時候三酸甘油脂高的時候 很可怕是這樣 我有一個病人 她三十五歲 很傑出的一個事業女性 她在大陸自己管一個工廠這樣子 可是女孩子又有一個問題 女孩子跟男人還是不一樣 女孩子會喜歡喝下午茶 喜歡吃甜點 吃這些甜點 吃到後來有一次 在門診抽血 樓上打電話 檢驗師打電話的時候 江醫師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那個病人 你那個病人血是粉紅色的 它不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等於乳米血 什麼意思 通通是脂肪 那我們才跟他勸告說 他不能再吃那麼多這個東西 那是我們要給他用藥 給他降下來等等的問題 結果才門診了兩個禮拜 就從急診室進來 劇烈的腹痛 那這個腹痛 後來在急診室發現 他的那個澱粉沒高起來 發現他是余脏炎 做了電腦斷層 整個腸子跟余脏都變得一坨了 因為他那個消化酵素流出來 到處自己消化 那因為他這個余脏炎非常嚴重 所以當初我們也 血壓也受到影響 血壓也掉下來 也進入敗血症的範圍 然後用了很多藥 甚至開刀進去清肚子 那命救回來了 可是因為他的慢性腎不能不全 就從第三期 直接跳到第五期就開始洗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糟糕的局面 就是為了一個宜藏炎 整個腎上就脫垮掉了 所以其實像山山甘油脂過高 血脂肪過高這個事情 大家真的應該要把他當心 然後把他當一回事 要好好的去治療去處理他 我有一個三十歲的女性 他是男朋友帶過來 因為他有一個很嚴重的金錢症候群 他平常就是很溫柔 因為他很溫柔 所以他男朋友才跟他交往 那月經來之前他說 這好像另外一個人一樣 不知道被什麼附身 他會很焦慮 然後容易跟他吵架 也會跟家人起衝突 而且他會一直很愛吃 一直吃巧克力 然後他說你不要再吃巧克力 他就打他 他問說醫生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是一個很典型的 一個金錢症候群 就是月經來之前 有的時候你旁邊的女朋友 開始變了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就是金錢症候群的狀態 那魚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深海魚 像是鮭魚 血液有一個很豐富的 Omega 3 Omega 3是可以降低 我們金錢症候群的一個狀態 抠頭症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的微生物D或概率 經由各種原因 包括攝取不足 骨頭會變得非常軟 所以我們要特別呼籲 魚肉是維生素D來源 很重要的一個來源的方向 安琪老師把褲菌類跟魚 做一個搭配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標準的 一個治療的 或是調理的一個準則 如果說男朋友覺得 你女朋友就是月經的前一個禮拜 開始怪怪的 你要寄到 請他吃魚 對 請他吃魚大餐 就比較不會被打 我是在新竹嗎 新竹常常會說 科學園區是我們臺灣的一個 經濟實力的一個寶庫 所以很多工程師日以繼夜 政各代單都在工作 那就長期久戰 要不然就脾氣很大 那回家怎麼發現 喝紅酒 烤牛排 這樣一個晚上很舒服 我就曾經遇過一個工程師 他的業界壓力非常大 但他一直腰痠背痛 怎麼治都不會好 不論是復健吃藥 或者甚至我們找過 我們中醫師針灸 話都沒有效 後來我就直接點出他問題 我覺得你是生活型態的問題 你吃太多的肉 但是你又喜歡這種型態 你有很多壓力要抒發 那我會建議說 你先把體重控制下來 那肉呢 你可以改成輕魚 然後喝點輕酒 對不對 或者鮭魚吃點輕酒 你還是可以保持你的習慣 但是你可以往減重的方向走過去 果然他有運動 那藉由心情的調適 再加上飲食的調適 在體重減輕10公斤之後 很多疾病都不要而癒 特別是要三倍痛的症狀 真的 我覺得體重如果輕10公斤 可能那個腳的毛病啊 什麼關節炎都會有差 我們有個醫療數據 因為等於身體的壓力都降低了 少了10公斤啊 我們有個醫療數據是 你如果減輕5公斤的話 你身體的關節不適的症狀 可以減輕70% 所以胖子的惡性循環 就有很多問題 對 就有很多胖子 可能心血管啊 脂肪肝啊 然後可能關節炎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毛病 每一顆都會有問題 真的 那接下來我們的安琪老師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燒這個刺中 刺中 這個在我們北方人 就叫它紅魚 那它是一個富貴的魚 在有時候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紅魚會上桌 像以前 現在我們都習慣鯧魚 但是在我們北方的話呢 年夜飯的時候是紅魚 紅魚 它是好魚 就是高貴的魚 像這條魚的話 在市場上買 差不多600多塊買的 我們平常做紅燒魚 在家裡面的話 就是很單調 就是紅燒魚 你很少去搭配 要另外搭配蔬菜 那我今天就把一些菇類 在一起來燒 那通常像我們北方人燒魚 會加一點醋 就是去它的腥味 醋燒 所以我們今天這邊是鎮薑醋 我們把它鎮薑醋來多一點 今天待會要燒的 這個魚的醬汁 這個是鎮薑醋 這個是醬油 醬心酒 醬心酒 對 最後一點點麻油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 醋燒菇 菇魚 對不對 好多菇 今天杏鮑菇 香菇 那美白菇 紅杏菇都有 對 因為有的時候 紅燒魚的那個醬汁 很好吃 對 那個醬汁完全不吃不燒 也很浪費 對 那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那紅魚它比較不會有腥氣 對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煎了之後 翻面我們再來加這個蔥薑 因為魚的話 它看魚的種類 對 但有的時候我們去煎那個氣化 或者是煎那個 有的時候鮭魚會有一些味道 對 那我們就輕輕地煎一下 好 然後這個蔥薑一樣 薑一樣下去 然後蒜末 我喜歡燒魚的時候加蒜末 它的味道比較容易出來 對 北方人做菜也很喜歡放香菜 所以我們最後放香菜比較多一點 好 那這邊我們先來我們的燒心酒 好 燒心酒好香 對 然後醬油 醬油 所以其實表皮只是煎個焦香跟定型 那定型了之後那個醬汁就可以下去入鍋燒 對 因為我們有畫刀口 好 對 然後這邊蒸香醋 好 所以這個燒法其實觀眾朋友要複製也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在家裡平常你紅燒魚是這樣燒 那我們今天就加一些菇菇 然後免得有的時候在家裡做菜 還要再搭配其他的蔬菜 那我們就搭配一些菇類 好 我們調一點這個水 然後就可以來燒菇 那學生有問題 你今天這個燒法 如果不是燒這個 咕雷 還可以燒什麼魚呢 像鱸魚也可以燒 或者是有的時候像 那比較平價的魚 像無鍋魚 台灣雕可以這樣燒 可以這樣燒 對 像我上回介紹大家這個海無鍋 就是潮雕 也可以這樣燒 就是我們讓這個蔬菜多一點 對 所以邏輯是同一個 就是說魚的前置作業你把它處理好 然後入鍋的時候稍微讓它乾燥一下 然後煎出定型之後就燒它 對 最主要就是要會挑魚 好 那我們現在的菇都讓它入鍋這裡 蓋上鍋蓋來燒它 對 多半這樣子蓋上要燒多久 菇很快就軟化 好 那恰章因為我們畫了刀口 大概有個十分鐘 八分鐘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好 那燒燙的同時 再請教一下張醫師 網路上很多謠言說蛋白質吃多了會導致骨質疏鬆 這到底是謠言還是真的 那我們現在澄清一點 大家都認為我們骨骼最重要就是鈣 或者說維他命D 事實上我們的骨頭裡面還有蛋白質 那就是類骨質以及我們的一型膠原蛋白 甚至我們軟骨當中還有二型膠原蛋白 那所以網路上有一半對有一半錯 它所謂的蛋白吃太多會造成骨質疏鬆 事實上可能是食用太多的添加物的 我們一些肉品 譬如說像香腸 臘腸 火腿或是一些貢丸 那麼這些的有加很多添加物的 這種高蛋白的肉品 它會含很多的磷 所以說我們盡量要吃優質的蛋白質 其實不會影響我們骨質疏鬆 反而有幫助 我們網路上常以偏概全 事實上我們骨質疏鬆它是多重原因的 依照衛福部告訴我們的13個危險因子當中 包括吸煙 喝酒 性別 年齡 種族 或者說你的生活習慣 或者像我們運動 或者你有沒有吃某種藥物 或者有某種特殊的疾病 像我們甲狀腺 副甲狀腺 腎臟 肝臟疾病 類風刺性關節 這些等等相關的風險因子才是最重要的 並沒有列入說我吃很多蛋白質 就是它的骨質疏鬆風險因子 只是在提醒我們說 如果有很多加工類食物 當然不包括不只有肉類 還有所有加工食品 它會添加一些零的化合物 增加它的鮮度 美觀以及口感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要小心地攝取 不要攝取過多就好 差不多我們這時候 它差不多已經熟了 我們的菇燒好了都塌了都吸飽湯汁了 讓我們給它做最後的調味 我們來紅燒的東西還是來一點點糖 所以這種醋燒也是燒得挺快 對 很快 就是像在家裡頭 如果下班的婦女回家了之後 其實燒一個魚 然後配點菇 你家裡頭差不多的營養成分都已經有了 對 而且剛剛是有鎮薑醋嘛 所以搭配一點點的糖 不要太酸 對 然後來一點胡椒 然後最後的話 我們這個是紅色的辣椒 給它做點顏色 然後最主要是香菜 香菜的量比較多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他當天這時候 他因為秋天關係 他為了要過冬 所以魚也變得很肥 為了要避冬和過冬 但不要忘記這時候的秋天 除了魚會肥美之外 還有就是秋天的菇菌類 安琪老師把菇菌類跟魚 做一個搭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標準的一個治療的 或是條理的一個準則 那我們現在講到一個秋天市 大家都覺得說秋天一個乾燥季節 事實上不然的 在一個上班壓力很大 或現在上班族來說 其實彈濕體質的女生女病人 上班族還是一樣的彈濕 何以這麼說呢 事實上因為台灣是屬於比較濕熱的 所以你會發現彈濕的人 他會是上濕熱 下濕寒 那你說什麼叫彈濕 我好像不太了解 你想說一個河流變得非常的遲鈍 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肩膀非常痠痛 頭很沉重 皮膚一直出油 頭髮一直出油 人又很倦怠 口苦抽吐臭氣 大便又黏臭不爽快 會留在便盆 那我們有個病人就是這樣 他在三十七八歲左右 他又長得體型比較肥壯 他說我都是吃便利商店冷凍食品 冷凍食品沒有不好 但是你在剛才已經江醫師說過了 他是一個添加物很多的冷凍食品 你長期吃的時候 會讓身體裡面的發炎症狀會一直產生 因為他是一個不健康的準則 礦物質維生素是不夠的 所以他蛋白質也是不健康的 這個時候他就非常困難 他說我都吃冷凍食品怎麼辦 所以他就容易感冒 他起初很簡單 從非常容易感冒 一年四十都在看西醫的耳皮後科 到最後是他的月經是不調的 他要嘛就血崩 吃了西藥直血又直血不了 再來就是他67公斤 每天很醜用 上班精神很好 然後體力非常好 被西醫說 他嚴重營養失調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用中醫條例 我們就用廚師補水去立食之後 那建議他吃一個比較好的魚類 果真就比較好了 但是這時候又有一個問題了 人家67公斤了 我們怎麼叫他要吃呢 所以我們用委婉的方法 告訴他說不能吃那麼多肉 我們說因為秋天 在中醫說 雍之美者在於頭 好 你不能吃魚肉 魚的美妙之處和甜美之處在於頭 你只能吃魚頭魚尾去燒 就是用魚頭魚尾去紅燒加骨類 然後就是不僅體重下降了 剛才說體重要下降 而且他本身的一個新陳代謝有被提高 再來就是感冒也降低很多了 而且江醫師始終覺得白肉比紅肉 紅肉吃多了也容易糖尿病 沒錯 這個是在美國 他做了一個四十幾萬個人的 十三年的追蹤 他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論 他說如果你吃的即使非加工紅肉 就會增加你糖尿病的風險 那你如果吃加工的肥肉 紅肉的肥肉 反而不會增加糖尿病的風險 這很奇怪的結論 不過後來因為有很多文章也跟他很類似 所以我們知道一點就是說 單純的紅肉的瘦肉 看起來的確會增加我們的發炎 包括我們的胰島素抗性 然後增加糖尿病的風險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才三十六七歲 那就被家人 把他帶到急診室來 因為他已經掉了十五公斤的體重 狂吃 可是一直掉體重 那急診室來 果然一查血糖大於六百 測不出來 所以他已經進入糖尿病 最嚴重的狀態叫 就是一直口渴 一直喝 一直吃 然後一直瘦下去 那後來看他這個人 因為他家人的家族病死 其實沒有糖尿病 那我們歸咎他說 台灣目前因為其實經濟發展 一個富裕的程度之後 大家只要願意吃肉 其實很少說你買不起肉 肉相對來講是 在台灣是比以前 五十年前便宜很多 所以有些人就養成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愛吃 我就拼命吃 我也不管營養均衡 我也不管你什麼 要去五蔬果 我就管你去的 反正我就吃這個就很爽 像這個個案就這樣 一直吃三十幾歲就糖尿病 而且是重度糖尿病 如果是說沒有送到 這個醫院來的話 以這個消化症的程度 死在家裡 這個也不是什麼太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說 其實大家吃東西 一定要維持均衡 多種蔬的攝取 你肉要吃 可是你魚也要吃 蔬菜水果也要吃 那張醫師 你們臨床上遇到很多 這個偏食的小孩 這個偏食過度 也會影響到骨質的發育嗎 對 那我講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是我在十幾年前 在台北榮總 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們就有個爺爺 可能是爺爺奶奶 照顧的小朋友 他只有三歲 但是他在悶診的時候 就說要摔傷了 而且包括這些石膏 一照起來竟然骨折了 三歲小孩子 應該不容易那麼骨折 而且很多小孩 成天在摔都沒事的 對啊 我們一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虐童 仔細看也沒有其他傷痕 後來發覺 他腳彎彎的 就有點像這個情況 O型腿 對 O型腿 照道理講說 兩歲之前的小孩子 的確是會產生 O型腿的情況 但情況很特別 他又長瘦瘦小小 也不是那種胖胖的 後來我們調查一下 他的飲食狀況 發覺他只喝牛奶 還沒有吃其他副食品 那我們就把他轉介到 小胃科內分泌科 那經過抽血 以及一連串的檢查 才知道他患得病 我們叫Rikis 叫扣樓症 那扣樓症意思呢 就是說 當我們的維生素低或鈣 經由各種原因 包括攝取不足 或遺傳性疾病 或是後天的腎臟疾病等等 而造成他無法 在我們的骨骼形成 礦物化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骨骼 我們剛剛講 只有蛋白質 沒有其他的礦物質 就像我們江醫師講的 只有他的鋼筋結構 但卻沒有相砍在上的 鈣質或鈴 這時候呢 骨頭變得非常軟 那非常軟 沒有抵抗的硬度 有時候就容易骨折 甚至容易折腕的現象 就像我們這樣 會產生O型腿 甚至我們的胸闊上面 我們的肋骨會產生 念珠狀的一個腫脹 衝門 我們頭上的衝門 比較少 比較晚關閉 或者手腳變得 比較粗大一點 那經由我們去診斷之後 發覺他還好 他只是缺乏曬太陽 沒有補充副食品 我們建議他可以多吃魚 但魚常常是 我們父母的心病 我們常常怕 小孩子會過敏 所以我們要特別呼籲 事實上不見得 真的會造成過敏的情況 而且魚肉是維生素D來源 很重要的一個來源的方向 而且你看料理魚肉當中 我們很多辛香料 很多鈣質 都會在這當中獲取得到 藉由正常飲食 運動跟日晒 日晒也是我們的 維生素D 轉換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之後這個小孩子 就有慢慢的恢復 所以小孩也是要 給他們適度的曬太陽 接觸陽光 一定要曬太陽 要運動 而且不要去排斥說 吃魚肉海鮮的 等等這種事物 事實上是沒有 絕對的根據說 這絕對會 還是要看你的體質 適時的補充副食品 注意它的概領 以及維生素D的一個補充 是很重要 要不然這種極端的疾病 是很麻煩的 要是說沒有發現 一直到成長 可能會生長失緩 以及智力可能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都有可能 那再請教一下郭醫師 現在女生 很多人外食跟飲食不均 也會增加多囊性卵巢的風險 那吃魚實際上也會降低相關的風險 像我這邊就有臨床上一個十八歲的女性 那她是媽媽帶過來 大概半年沒有來月經 那除了沒有來月經之外 你可以看到她事實上 也會長小鬍鬚 手毛腳毛也比較多 然後是一個比較胖胖的女生 然後臉上也是有一些小鬥鬥小粉刺 就長得滿臉 那仔細的幫她做一個檢查 發現她是一個多囊性卵巢的 一個症候群的女生 那她超音波裡面可以看得到是 這個是我們正常的卵巢 那她的卵巢是多囊性卵巢 她就是會像 那個多囊就是很多圈圈是不是 對 我們俗稱叫做珍珠項鍊 你會看到她旁邊有很多 不成熟的綠炮 不成熟綠炮導致 她是不規則排卵的狀況 她可能三個月或是半年 或是一年才給你排一次 就是我們稱之為多囊性卵巢 那她除了月經不規則 超音波會有多囊性卵巢的照片之外 她還會有雄性的特徵 比如說那個妹妹有長小鬍鬚 手毛腳毛還有長痘痘粉刺 這都是雄性數多的一個特徵 那多囊性卵巢的體質 她本身是一個異胖體質 那妹妹你仔細再問她 她說之前月經好像還好 最近好像變得比較嚴重 因為她最近很愛吃炸雞薯條 那異胖體質 她們一吃就很容易胖 很胖的時候她的症狀就更嚴重 她本來可能是兩三個月不來 她有時候就嚴重的時候 她可能就變成是半年或是一年不來 所以異胖體質的多囊性卵巢 她最重要的是要運動減重 她如果說體重有控制下來 她的症狀會比較好 就可能她的肥胖也會控制 然後她的多囊性卵巢的症狀也會改善 對 她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 多囊性卵巢它有其他的風險 那她就可以從我們的優質比如說炸雞薯條這種比較油脂高的 她還是要補充豐富的蛋白質 那她可以像選擇像我們魚類這種高優質的來做來做一個選擇的食物 那節目最後江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嚀 秋天到了 建議大家多吃食令的魚 因為魚在研究裡面可以看到 它抑制了第一大死因癌症 二三名的心血管疾病中風 第五名的腎臟病 劈哩啪啦影響到內分泌 影響到免疫系統 甚至於降低你的胰臟炎的發布的發生 所以其實吃魚是一個又好 而且台灣的魚產量又很高 所以請大家記得秋天到了 多吃魚 好 謝謝江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眾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吃好魚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透過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